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 Shar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知识点是派生类及其构造函数 那么构造函数的作用大家很清楚 构造函数就是要初始化构造一个对象 那么当我们学习了类的派生和继承的概念之后 那么构造函数也相应变得更加复杂了 那么派生类大家都知道 它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继承继承继承的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派生类自己的部分 那么当我们构造一个派生类的时候 那么我们将会影视或者显示的调用G类的构造 也就是说我们将会先构造一个G类部分 派生类的G类部分 然后再构造派生类的部分 因为没有G类就没有派生类是吧 先有父亲后有儿子是吧 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调用的顺序 首先假如这边右边 这里是一个G类 它有一个字段 有一个构造函数 这是一个派生类 它继承mybase的G类 那么我们会首先实力成员的初始化 那么就是这里这个字段 是个实力成员 6的1那么等于5 我们先会调用它 然后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对这个派生类的G类部分 进行初始化 进行建造 那么先有父再有子 那么最后呢 还是调用派生类的构造方法 也就是它顺序就是这样的 先初始化实力成员 然后调用G类部分 然后是G类的构造函数 那么构建G类部分 然后是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构建派生类的部分 主要就这么一个顺序 很简单 好 那么说了半天 我们怎么样来调用 通过派生类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呢 我们之前第一章换团篇说到 有影视的方法和显示的方法 那么假如这里有个构造函数 那这是一个派生类 它有个构造函数 那么这个构造函数 我们这里并没有明确的调用 什么G类的构造函数 那么但是实际上相当于影视的 会调用构造函数 那么这是我们显示的调用 如果没有显示的调用 它会影视的调用 总之它一定会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这是影视的 这是显示的调用 非常简单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还引入一个概念 调用当前类的其他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上一张幻灯篇当中 我们调用G类的通过一个base观念 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 而且这个G类的构造函数 是一个默认函数 这里没有加任何参数 那么相应的 如果是this 这是调用本类也就是当前类的构造函数 我们可以有参数也可以没有参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构造函数可以重载 普通话吧可以重载 构造函数也可以重载 那么假如我们是一个名字是吧 那么我们可能有年龄名字 有食物名字 假如是一个宠物类 有用年龄和名字出世化的 那么用食物 它吃什么和这个 它叫什么来出世化的 它可以用比如说其他的 比如说叫声 它什么样的叫声和名字来出世化的 有很多的构造函数 那么很多构造函数当中 它们都有一个共性 都会出世化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 我们单独有个构造函数 就是一个参数的 这个来出世化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就想到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包括这个名字参数的构造函数当中 调用这个 仅仅出世化名字的构造函数呢 可以的 那么这样避免我们写重复的代码 使我们的开发更加高效 代码也更加的整洁 就构造函数的 重载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 那么我们接着我们上节课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上节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 那个虚方法 虚方法 然后重载 我们可以把通过激烈的引用 把狗和猫放在同一个容器当中 统一管理 虽然你有自己的个性 那么我们通过 All right来张扬个性 进行重写 同名虚函数 积累当中的同名虚函数 speak 来张扬个性 同时我们 有兼顾团体 进行统一的管理 用激烈的引用的数组 来统一管理猫和狗 那么 好的 那么我现在上节课当中 我们还加了一个构造函数 但是这个构造函数 我们看到 初始化的都是名字 但其实这个名字的字段呢 它是在鸡类当中的 是吧 在鸡类当中定义的 好 那么既然是鸡类当中的字段 其实我们最好的方法是 那么在鸡类当中初始化 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 Stream Name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 Name 等于Name 就是把这个初始化的过程 放在鸡类当中 因为这个字段属于鸡类 我们鸡类的事情 尽量让鸡类去做 而不要让派生类去做 好 那么既然有构造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私有化 我们这里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对它重命名一下 重构 重命名 加个下滑线 表示它是一个私有的 这个其实也各有各的明明方法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派生类当中 我们这是个私有的 我们家是变成保护的 要不然派生类无法访问 Protect 好 变成保护的 这样就没问题了 要不然会报错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想通过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调用鸡类的构造函数 因为派生类的构造分为两部分 那么 构造鸡类部分 构造派生类部分 既然这个名字是鸡类的部分 我们就交给鸡类去初始化 好 我们 这样就省去了很多的代码 那么这个构造函数一下子变得简洁起来 对吧 Base 好 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这就是调用鸡类的构造函数 那么整体我们的代码没有变 但是我们这里显得更加简洁 那么相同的部分 既然猫和狗都包含继承字派生字共同的鸡类 而且我们需要在构造函数当中初始化相同的原字 鸡类的字段属性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调用共同的鸡类的构造函数 是吧 那么这样就显得程序更加简单 运行一下 好 完全没有问题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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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